看不到是一個討論 可以通識老師的身分體 如果討論是要兩邊一起 即是說你一邊叫學生看 港獨理由 你亦都要給學生看 反對他的理由 當學生未有足夠分析能力 判斷能力時 那些資料更加要小心 很容易被誤導 將老師特定的政治立場灌輸給學生 如果你說港獨、藏獨、台獨 小學生已經處理到了 有這樣的能力去討論 高中我們現在不用教 因為就算英國自己本身 當時去投票 究竟好不好脫勾呢 都不是大比數通過的 都是相差很少 即是反映 現實上這個議題 都是很爭拗 爭議性太大了 那不應該放在學校、小學裡討論 如果這麼嚴重 應該不能留下 對他們 普通老師來說 也是公平的 在同一間小學做的老師 不會被外面人戴上有色眼的 這麼嚴重的個案 教育局應該要公開他的身份